各位早安 2022年6月3日 大家端午节安康 这里是西藏日喀泽定制县港嘎镇 在这个关帝庙待了两天了 今天咱们也该接着往西走了 先把千金顶收起来 待会儿得去镇子上采购一些物资 我的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这个早餐店有胡辣汤 绝对的 我们河南老乡开的 吃个早饭 我们河南周口的老乡开的店 可惜胡辣汤卖完了 三个月没喝胡辣汤 吃饱喝足 来这百货店买点东西 未来的两天可能又是在穿越无人区 来吧 算账 这老板也是河南老乡 一个四国边境的小镇上全是河南老乡 一切收拾完毕 我们驾车沿着219国道一路往西 今天便要离开定日县 赶到吉隆县境内 那里有一片风景绝美的佩窟措 晚上打算在湖边录营 咱们今年是2月中旬出发 从云南的大理 到了现在的西藏日喀泽 已经是6月初了 马上就4个月的时间了 因为我是走的比较慢 所以身体的高原反应 并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高海拔 以及和内地迥然不同的气候条件 还是对身体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的 昨天晚上一直在流鼻血啊 流了一晚上 而且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那种 得亏我长得比较壮实啊 血比较多 从定日县的港嘎镇 到吉隆县的佩窟措 全程大约有135公里 需要行驶2个小时左右 出发20多公里之后 途经涅拉木县街 这也是西藏西南部的一个边境县 虽然已经是夏天 但是车窗外依旧是一片枯黄 到了一个边境上的乡镇 叫做门布乡 车里的水没了啊 来这儿加点水 到了边境啊 各方面的物价都是要涨一些的 吃饭来说的话 倒是落差不会太大 但是你像修车呀 副食啊 包括我刚刚的加水啊 这个价格都会高上很多 之前加水都是5块钱加一次 到了这个地方呢 就是10块钱一次 没办法啊 边境啊 中午的11点40 咱们已经行驶了70多公里 距离佩窟措大概还有60公里左右 咱们现在呢 已经是位处涅拉木县境内 这里是219国道 公路的对面呢出现了一大片雪山 看到没有 其中最高的一座呢 就是西夏邦马峰 再往前走大概20公里啊 会有一个西夏邦马景区 我们再往前面走一点吧 这个地方离雪山还是有点远的 地上有很深的车折印 肯定是有小伙伴开着车进去了 这条路可以一直开到雪山脚下 但是都是沙地啊 不是越野车最好别进去 我这车一进去肯定县里面 好了又走了20公里 对面的这一座呢 应该就是世界上排名第14的高峰 西夏邦马 一路走过来啊 好大的一排雪山 其实不止这一座 因为西夏邦马呢 也是同属于喜马拉雅山脉 所以这里的雪山呢 是连绵不绝的 一直延伸到这里 看到没有 全是雪山 隔得太远了 进不去 拿无人机给大家飞一下吧 西夏邦马峰 位于西藏自治区 日喀泽市 涅拉木县境内 这是海拔高度 在世界上排名第14的高峰 海拔8012米 西夏邦马峰 属于喜马拉雅山脉 位于喜马拉雅中段 这也是我国所属 8000米以上的高峰中 唯一一座 完全在中国境内的山峰 因此意义重大 西夏邦马 是藏语 翻译过来就是 气候严寒 天气恶劣多变 这座海拔超过8000米的高峰 由三座 距离相近的姐妹峰组成 山体之上 冰川遍布 纵横交错的冰雪裂痕 让这座世界高峰 高峰 常年以白色式人 看起来神圣庄严 不可侵犯 西夏邦马峰的气候特点 与中目狼马峰相似 虽然也是常年云雾弥漫 冰雪肆虐 但是每年的4月 5月 10月 11月 会有短暂持续的好天气 这段时间 也是登西夏邦马 最佳的时间 早在上世纪60年代 中国登山队 就已经第一个 征服了西夏邦马 把飞机转过头来 突然发现隔着219国道 西夏邦马峰的对面 有一片湖泊般的湖水 这片湖水 名为浪墙错 距离国道只有2公里 但是因为山体遮挡 没有高空持角的游客 很少能够发现它 浪墙错 湖面海拔4650米 湖水面积 大约25平方公里 周围全是荒山戈壁 在大片枯黄之中 这一汪碧蓝的湖水 显得尤其难得 瞬间 让这片天地变得鲜活起来 看完了西夏邦马峰和浪墙错 继续驾车行驶大约2公里 会携带一个村庄 这会儿距离今天的目的地 佩枯错 还有大概30多公里 到了一个村子 叫做四龙村 这个村子呢 就是西夏邦马峰大本营的入口 看一下路牌 西夏邦马峰大本营 距大本营20公里 就是从这个地方进去 天不早了啊 咱们就不往里面进了 尽快地赶到佩枯错去露营 跟随着喜马拉雅山的身影 继续往西行驶35公里 离开涅拉木县之后 便进入吉隆县界 距离目的地佩枯错 也越来越近 车窗外的雪山越发清晰 这感觉仿佛在和雪山赛跑 我们今天要去的这片湖水呢 佩枯错 其实也是有一个景区的 刚刚我按照导航的指引 它一直让我往右拐 有一条香道 可以直接深入到佩枯错的中心地带 但是呢我看了眼地图啊 觉得没有必要去景区 因为什么呢 这片湖水的面积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跟我们前段时间去那个阳桌庸错差不多 在国道旁呢也是可以看到湖的 所以就没有必要进景区 我们现在接着往西面开 找一个地方直接把车子开到湖水旁边 哎嘿 这里有条小路可以开到湖边 真好 哎呦就是稍微有点颠的 OK 今天的露营地到了 就在湖边 对面是雪山 旁边是佩枯湖 风景绝美 不走了 今天就在这儿待着 佩枯错 又叫拉错心错 这片湖水是西藏日喀泽地区 面积最大的湖泊 位于吉隆县和尼拉木县交界处 大部分的湖面属于吉隆县 佩枯错三面环山 地势平坦 湖面的海拔 大约四千五百九十米 湖水覆盖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面积 这片湖水的名气 不像纳木厕阳卓英县那么大 但是风景 并不属于其他的西藏圣湖 佩枯错湖水呈现天蓝色 灰风浮动 水光烈焰 周围高海拔的群山环抱 尤其是在湖水南面 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峰 中年寄雪不化 雪白的山峰和天蓝的湖水 在这海拔近五千米的高原上 焦香灰硬 显得湿气满满 黑枯错的湖水 因为水质极好 所以湖中鱼类资源非常丰富 还吸引了大批的野生动物前来定居 这里时常有藏野驴 藏羚羊等动物活动 是难得的一片美丽圣洁的人间净土 好了 雪山湖泊 今天晚上就在这儿露营了 这个录音地安逸 我是冬瓜 正在一人一车 自驾阿里南县 点赞评论加关注 远方的风景就是我此生的信仰